大家好,我是小新 现在的汽机车造车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 油门一催,车子就飞快的加速出去 常常一不小心就会超过了速线 咔嚓一声,就被测速照相机给拍下了 除了乖乖狡乏单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测速照相机 到底是哪个家伙发明的啊 其实最早的测速照相机 不是为了拍违规车辆的哟 最早其实是由一位荷兰的赛车手发明的 而他发明出来 也是为了能够在赛车场上 精确地帮每辆赛车测量圈时 结果这项发明却被政府相中 将他的发明拿来取缔路上的违规车辆 而且后来延伸出来的定点测速相机 以及闯红灯相机 也是由同一家公司生产出来的 一开始只有英国大量使用 因为效果很好 导致其他国家开始纷纷仿效 也有效地降低了车祸的几率 除了测速照相机 你有想过 每天在马路上看到的斑马线 及红绿灯 又是怎么被发明的吗 最早的斑马线 是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咯 当时在意大利 庞贝市的街道上非常混乱 行人 马 马车到处乱窜 非常危险 于是 他们将人行到加高 并且搬了几颗大石头 排列在马路上 让行人可以踩在大石头上面 一颗一颗跳过马路 这些石头取名叫跳石 后来 随着汽车发明 路上越来越多的汽车 跳石显然不太适合了 经过无数次的改良研究 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英国伦敦 出现了斑马线 且规定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汽车看到行人也要主动停下礼让 而红绿灯的发明甚至有点浪漫 当时英国的工程师参考了英国中部 约克城女子的服饰而设计出了红绿灯 因为英国中部约克城女子如果穿红色衣服 表示自己已经结婚 要大家不要再追求她了 但如果是穿绿色的衣服 则表示自己未婚 欢迎爱慕者来追求 于是在1868年12月10日 世界上第一盏交通信号灯 在英国的十字路口上树立了起来 它灯柱高达7米 只有一盏光源 红绿灯的切换是通过煤气灯罩前的两块红绿玻璃 红绿切换则是执行警察通过牵动皮带轮控制的 这是第一盏用于街道的交通信号灯 但不幸的是 这盏独具创意的信号灯只足只面试了23天 就突然爆炸自灭了 连当时控制信号灯的警察也因此断送性命 因为具有危险性 所以这项发明就被搁置了 一直到了1914年 美国的一位警官将这个原始设计 由煤气改成了电力 大大提升了安全性 美国的其他城市才开始纷纷响应 不过一开始的红绿灯 就只有红绿两种灯号 切换灯号速度太快了 汽车行驶到一半 看到变红灯时常常煞不住 延伸了许多 因为红绿灯而发生的车祸 后来有一位爱迪生的学生 中国人胡如鼎 于1927年提议要在红绿灯切换时 应该要加上一个黄灯做缓冲 这项提议立刻获得议会支持 于是红绿灯就变成了 现代的红黄绿三色的设计啦 其实这些发明最后还是需要人来遵守 大家记得经过路口时 一定要放慢速度 也要里让行人穿越马路哟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赞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